小羊点心铺开饭啰 今天的经文是在诗篇34篇第4节 我曾寻求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就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 亲爱的小朋友 你有没有什么害怕的事情呢? 恐惧害怕并不是丢脸的事 就算是大人也都有担心害怕的事情 像我到现在都还会怕蛇 怕痛 怕失败 害怕很多东西 但是上帝是我们的帮助 害怕的时候 只要到他面前开口祷告 他就会救我们脱离所有的恐惧 让我们能倚靠他胜过一切哦 让我们在一起来背诵这段经文吧 在诗篇34篇第4节 我曾寻求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就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 我们再念一遍 诗篇34篇第4节 我曾寻求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就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 你都记住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用这段经文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要把所有的恐惧交在你手中 你就成为我的勇敢 特别是 当我突然害怕起来的时候 求你提醒我 要赶快祷告 呼喊你的名 你就必救我脱离恐惧 祷告是奉靠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